朱棣造反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这 这是咱定的皇冥祖训 藩王领兵进京 秦王除奸 确保大明基业传至千秋万代 对 没错 这就是咱定下来的皇冥祖训 绝对错不了 咱是主角 咱也上天幕了 等等 他们怎么都喊燕王万岁 燕王万岁 这个燕王 难道是自家老四的那个燕王 老四这个混账 这摆明了燕王朱棣 是登基皇位了呀 咱认可的下一任皇帝 只有好大儿朱镖 那臭老四是怎么上位的 去 把老四给咱绑过来 这 这怎么可能 我未来 竟然几道大哥 资格当上了皇帝 快 费马 我要回宫 咱竟然上天幕了 父皇 如今咱被仙人看中认可了 您老若能看到这一幕 还会怪罪我静男的过错吗 这若是被皇爷爷看见了 别说原谅你了 他不得扒了你的皮出了你的劲 甚至包皮炫草 最近换了新电脑 剪辑就是快 大家换新后 旧的都怎么处理的 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笔记本 手机 相机都会叫转转 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我那台苹果电脑还卖了四千三百多 躺在家里就把电脑给卖了 特别省心 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 赶紧叫转转 上门回收就对了 朕之一生可谓波澜壮阔 功绩卓助 将朕此生蔚蔚到来 移向后人 在大明帝国辉煌的龙脉之下 我诞生于元末年间的一个清真 肃清朱元璋 那位从红金军中崛起 最终一统江山的英雄 赋予了我皇族的血脉 红武三年实质明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 天下未定 四方拥有割据 我受封为燕王 自幼聪慧国人 博览群书 深得父皇喜爱 然而依据儒家原则 既达通者 力敌力掌 任何偏离此规矩之局 都可能引发内乱外患 足以我清楚 千夏乃父之天下 而后也是我兄长朱镖的天下 而我注定要成为巩固大明盛世的重要一环 红武是三年 父亲的旨意如雷霆般降临 赐予我北方边疆的土地 让我镇守北方边陲 我知道这是对我能力的考验 也是对我忠诚的测试 我踏上了前往燕京的路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 与对权力的渴望 自此开始展露头角 燕京 这片古老的土地 是我封王之地 也是我魔力意志 积蓄力量的所在 城前高耸 战马森林 这里的空气中 弥漫着边关特有的粗犷与豪漫 我在这里 不再是深宫中的皇子 而是一方霸主 是燕王 是北方的守护者 我深知要想在这片土地上 站稳脚跟 必须赢得军心民心 于是我亲自巡视边境 了解民情 减免赋税 鼓励农耕 使得百姓的生活 有了显著的改善 我还重视教育 开设书院 聘起闲事 这样文化的种子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 生根发芽 军事上 我更是不遗余力 组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 日夜操练 确保他们忠诚无畏 我与将士们一同饮宴 一同训练 共同分享战斗的喜悦与痛苦 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忠诚 在我的带领下 燕军成为了北方的铁壁 让任何寄予这片土地的敌人 往而却步 然而 宫廷的消息总是不断传卖 黄泉的争斗欲眼欲裂 文武大臣各怀鬼胎 朝廷内外暗流勇动 我虽身处边疆 但欣喜惊愁 时刻关注着朝局的变动 或许有一天 我会有机会介入这场权力的游戏 但那需要时机 需要力量 更需要智慧 在燕京的日子里 我不仅是一位藩王 更是一位统治者 一位战士 我用我的汗水与智慧 将这片土地打造成那坚不可摧的堡垒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承载更加伟大的实力 在我大哥朱彪见证时 我从未基于皇位 做个潇洒的藩王 毫不痛快 少年时期 是咱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父皇虽最爱大哥 但对咱也确实是不同于其他兄弟的偏爱啊 可惜在大哥朱彪死后 我的少年期便结束了 还好还好 自家的小老四 还是打心底静 爱好大人朱彪的 朱彪为皇 他急征北大将军 一生绝无二心 可既然如此 老四那混小子到底是怎么当上的皇帝 然而红武二十五年 大哥病逝 红武二十八年 二哥朱爽去世 红武三十一年 三哥朱刚病逝 紧接着 我的父亲红武大帝也去世了 可皇位却不属于我 或许是父亲对大哥的偏爱 皇位居然给了建文这个小子 做了二十五年太子的朱彪 突然去世 咱的彪二死了 我当了二十五年太子 然后死了 接着二弟和三弟也相继去世 老大 老二 老三 自己生了五个孩子里 其中有仨都会早亡 怎么会这样 建文 这个小王八蛋 被皇子成奇态 那些坏人山洞 要削翻 把周王全家囚禁在应天 把兵掉到顺天 派了几个小官看着我 看我是不是要造反 我在猪圈里吃了几年的猪食 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 我这一生平定草原 前都顺天 都运河 边转永乐大典 足以媲美唐宗宋祖 我这些年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 要给儿孙们把土地打下来 把生存的地方打下来 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 比唐太宗朝代 比汉武帝时代 还要打 近来我时常惊醒 也般推着而起 听到我爹的吼声了 心里怕得要死啊 难道我一生的攻击 洗不清我的罪名了 后十二岁 就算不迟于我 至少也得留三分敬意 什么 那些可都是他的亲叔叔 他怎敢 他怎么敢的 泽泽 刚上位 就想着要消翻 而且一连消了这么多藩王 人才啊 这人绝对当不了好皇帝 这就是个蠢材 这朱允门太急躁了 才刚当上皇帝不久 底蕴都还不够 就想着要削翻收拢皇权 这百明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 这样也好 比起鹦鹉的四弟 允门他 终究不适合当皇帝 高尔 答应娘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只要你活着 皇位就是你的 后面也就不会发生 这些血清相杀的惨剧了 父皇 母后 大哥 儿 儿臣 儿臣回来 向你们请罪了 行的好了 咱都看到天幕了 你这臭小子 也是被逼无奈 不造反就只能死 看在你还知道 主动回来请罪的份上 起来吧 谢父皇恕罪 大哥 对不起 我 好了 不用多说 大哥都知道了 放心吧 你没错 大哥不会怪你的 你永远都是我的四弟